現在人很多人都不生小孩了 但是他們會養寵物 因為他們已經把寵物寵得 比小孩還寵上天 而且生小孩真的很 就是後面 很多樂趣 也有很多後續會讓你真的 會操心的事 可是我覺得寵物 可是也不對啊 因為我以前養寵物的時候 也是覺得 你養過什麼寵物 我們從小就養狗長大的啊 是啊 真的很容易 以前我們叫三隻狗 然後一隻兔子啊 然後還有一隻八哥啊 很會拙人眼睛 然後那一陣子 因為我大姐是騎摩托車出門的 然後他到要出他的房間門的時候 他對那 恭喜你的 對 可是後來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就發現我對寵物的那個愛 已經分不出去了 可是養寵物 我就是可以體會到 我當時有多愛他們 對 歡迎我們六位來參加 思佳 你的狗狗叫什麼 Snow Snow就像雪一樣 他真的好可愛 好玩具 因為我剛剛錄這一集以前 我想說一進場一定會就是 很吵 沒有東西 這一集他都很淡定 對 我剛剛進場想說 什麼 他們的安定很正義 連聊天生都沒有對不對 不是 他們是真狗嗎 真的 他們是真的 有 他開關是我開的 有裝電子 然後Snow是 他今年六歲 女生 他是什麼狗 他是薄妹 而且他比較奇特 是他耳朵比較小 有沒有發現嗎 我剛剛一找到他的耳朵 因為有一種是狐狸薄妹 對 比較大 但那種我會比較愛叫 就是比較就是神經執業 我就是小時候 就是被那種小薄妹攻擊 就是咬我的腳 很膨嘛 那種 很膨 然後耳朵很 熟悉的那種 很熟悉的那種 還好吧 你這樣攻擊到有心人的薄妹 就是你這樣那種 薄妹就講那樣的話 我也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每個人都有 自己喜歡的風格 薄妹現在在電視前面很生氣 我喜歡圓形的薄妹 幹嘛跟郭大哥說 對啊 好 在跟誰講話 有時候說到那麼累嗎 他還跟誰道歉 好 沒有啦 然後他就是體型上面來講 他被我養得稍微有點胖 有嗎 他好小一個 他放下來你們就知道 其實體型比較驚人一點 沒有啊 還是很小一個啊 沒有 他很胖 我以前講 那個 他很胖耶 才是壞 好可愛 好可愛 Begino 我們在錄你耶 她是藍金車是不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又回來下跑 好可愛喔 不好意思 家裡是豬來的 這隻 他都跟我穿一樣的 他跟你根本不熟啊 他跟我很熟 他跟我穿一樣 沒有啦 然後就是因為他 他並不胖 真的 他真的很胖 他快要五公斤 以薄妹來講 他算很累了 所以在狗界也是有要求 體型要很重要 就是健康的考量 因為他們關節的問題 所以醫生會不希望他 過重 所以這樣子已經算是有一點 要偏重的嗎 就是醫生會 熱情地提醒我 媽媽要注意她的飲食 真的喔 我們以前養那個米格魯 剛來的時候那個身體 就是直直的 然後很美 然後我大姐還說 中立 就是腰很細 然後那個有臀 對 以前會有個腰線 狗狗會有個腰線 然後後來他養了九年之後 然後每次去醫生那邊 他就說 你這是臘腸 也不能這樣硬罐 就是他變頭很小 可是身體變這樣子 對 完全不合理 他現在就是這樣 他臉 你還是模特兒臉喔 可是身體已經是變這樣一個 我跟你講 他現在都是靠衣服在撐 遮醜是不是 因為他真的 脫完就真的很像灌香草 就是變得頭很小 然後後面 然後屁股是這樣子 會比較大 可是因為他比較特別的原因是 因為他其實小時候有生病 他那個時候 我們剛帶回家的時候 他是得那個長小病毒 他沒有藥可以治 他只能打點滴 然後會經歷上吐下泄的過程 然後致死率是八成 那他怎麼熬過來的 我帶他回家的隔天 他就不動了 就前一天都這樣 回家隔天 他就不吃不喝 躺在那邊一動也不動 然後我就立刻送去醫院 然後他就幫我做檢查 然後他就走出來 他說媽媽我先跟你講一下 就是這個 我不一定可以救得活 我先讓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救 那我就說我當然要救 哪怕只有一成的機會 我們要拚拚看 他說好 那我不跟你保證 我沒有藥 他就是只能打點滴 我希望你每天都來陪他講話 然後我給他加油打氣 因為他說很多狗狗會撐不過 對 然後我就走 然後我就每一天 都去陪他講話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是真心要來跟我的 你趕快好 我就讓你吃好喝好睡好 讓你過上最好的生活 然後他就好了 所以就說什麼 他就是一個 愛慕虛榮的女人啊 對啊 他今天有這樣好說 他這樣就讓我起來好了 OK 因為他說 兩天想等這句話 你為什麼要拍一個 溫馨的故事弄成這樣 為什麼要那麼負面呢 沒有啦 就是 就是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每天都去跟他講話 然後我就希望他 可以趕快好 然後所以就是 有些人不懂為什麼 我會很寵他 可是其實這是我跟他一個約定 所以他真的吃香喝辣嗎 他真的吃香喝辣 他超爽 他有自己的床 然後他有自己的衣� 他真的 他就是 衣櫃 對 很多套衣服是不是 超多 他衣服還有防塵袋 還有防塵袋 衣櫃 衣櫃 他真的他就是 衣櫃 它有很多套衣服是不是 超多 他衣服還有防塵袋 還有防塵袋 衣服都有防塵袋 他每一套衣服都有防塵袋 我女兒都沒有耶 真的 你看這他的衣服 他都是穿這種 這是拜年穿的對不對 對 然後這是 定製的禮法 這個怎麼穿 好性感 就芭蕾舞是嗎 這是嬰兒的嗎 這是背面 就這裡 譬如說你要大家去公園 社交的時候 你會選擇哪一套 他不落地 他不會在公園上 太高級了吧 對 對 他在外面 他剛會就明明就落地了 走到那邊去 就是不會在柏油路 不會在外面 所以室內的地 室內的地他可能落 室內可以 但馬路不會 草地也不行 不行 不會 是你不給他落 還是他不會落 他也不喜歡 他腳會縮起來嗎 對 而且他不喜歡碰到水 而且他滿喜歡穿衣服的 就是因為有些狗狗會 比較抗拒 把衣服咬掉 對 然後他就喜歡穿 然後我們說他漂亮 他就會很開心 真的嗎 對 就說Snow妳好漂亮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幫他 他就是像這個也是 跟我女兒一樣的 都很浮誇耶 就很華麗 真的 而且因為 你怎麼知道他喜歡浮誇風 他就 而且有的時候 你要拖他不會讓你拖 就他不喜歡 你有試過 讓他穿街頭風嗎 有 他有嘻哈風格 然後他不喜歡 他也沒有不喜歡 就是他都OK 只是因為上節目的關係 因為我有不同場合 沒有 因為有領錢 所以我們要穿澎湃一點這樣 對 他在家 有啦 他也有一些 就是比較像這樣子的 文青路 文青路 他有這種 他有這種運動風 運動風 去健身房 吹酒一點 都有 然後夢幻一點 不要那麼膨 我們有小小的一點點的 小小的 然後還有這種小小的 去辦公公司 這樣 就是各式 低調有錢人的分配法 好嚴謹的是 我是馬爾濟思 然後我叫Bibo Bibo 對 也是供的 供的 對 他現在幾歲啊 他現在快七個月而已 什麼 很小一個 Bibo 來 坐下 好 快快 哇塞 哇塞 好麻油 才七個多月就這麼會 已經訓練這麼厲害了 因為龍類訓練就開始了 就是養了他之後 才發現自己很有耐心 然後你對他也是好到離奇 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比較小 然後他都跟我睡 然後那時候沒有 還沒有幫他弄那個斜坡 所以他那時候 就尿在床上 結果我就很自責 因為我是有潔癖的人 就是我媽也不能睡我的床 而且你說你吃泡麵 然後他吃和牛嗎 因為罐頭給他吃他也不吃 然後飼料也不吃 然後非得我昨天 就是要汆燙那個肉 然後他才會吃 所以他現在吃的那個是和牛嗎 那個是另外的 因為那有加那個南瓜 就是綜合 就是幫他做的鮮食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雞肉丸子 就雞肉丸子 你自己做的 對 好狂喔你 南瓜雞肉丸子這樣子 我女兒都沒有吃過 我做這種東西 就 而且你知道嗎 妳女兒都沒吃這麼好嗎 對啊 而且他挑和牛耶 挑我做好不好 對 因為這我為了養他 我搜尋非常非常多 媽的計時 這是人也可以吃啊 可以 但是那個調味 對 像有時候煮一煮 我就我的有調料 他這裡沒有調料這樣 一起吃 對 可是他很誇張 因為我有給他吃和牛 他竟然不想 不愛吃和牛耶 他吃 應該愛吃嗎 可能有個味道 我這個超好吃 有時候和牛真的太油 對 它會有個味道 但我有把那個油倒掉 他也不願意 所以他最愛吃的是 雞肉丸子嗎 他喜歡吃番薯 馬鈴薯 然後南瓜 然後還有那個肉片 你幫他吃下海 那當初養他的契機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一段戀情 就是我愛上的那隻狗 對 就是因為那一段戀情 會成立也是因為狗 因為我根本沒有在想那個人 我只是想他的狗 我就因為我愛上他的狗 妳以前男友有養了這隻狗 有一隻馬爾基 不是他 然後我就非常疼他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怎麼對狗的脾氣 可以這麼好 這麼有耐心 就才要他大便 或是你也大便這種事 我都幹得出來 或吃狗糧這種東西 我吃了 我都敢做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有脾氣 然後我就因為 一直很想那隻狗 然後我想說我自己也想要 我就 準備好了自己 可以養狗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如果 這一天我去看 有遇到 有緣分的 我就養 如果沒有我就不要養 所以那個緣分是什麼 就我們到那個狗舍的時候 那一天 因為我們是突然去的 所以那時候只有兩隻馬爾基斯 那我也只想要馬爾基斯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他妹妹 然後我就說 你們誰要跟我回家 那B博是很溫馴的 可是他立馬就是 頭從他妹妹肚子這樣鑽 然後就在我面前 然後我就把他帶回家了 然後整路 因為我們在那邊還有互動 整路他在那個紙箱裡面 他都沒有叫 然後到我家就很快就適應了 然後我就幫他 搭建他的小屋 因為要給他空間 籠內訓練 因為那時候不到兩個月 所以要比較固 每四個小時 明明是親姐妹 同在一個籠子裡 他為了求生存 完全不管他的妹妹 就被迫分解 斷開 他就開始過這種生活 然後妹妹現在可能還在 還在那邊呢 為了少女 然後所以他現在快七個月 其實他現在也是體重 也超重了 也快 對 因為真的是吃得很好 可是他很膽小啦 對 OK 好 好 你要去哪 羽毛你有帶寵物來嗎 我有帶寵物來 在哪 我們在一起要聊寵物 是 他在這裡 小多 黑貓耶 那你衣服融為一體 對 他在小多 對 當初會養牠是因為 小時候很喜歡看那個 小魔女琪琪 然後就覺得黑貓好可愛 但是坊間滿多人說 黑貓不吉利什麼 就是如果比如說 一個屍體在那邊 然後黑貓跳過去 那個屍體就會這樣 對 真的 很多人都會傳說 真的啦 我們每次看到黑貓 都有害怕 對 但其實黑貓是 滿溫馴的 以貓的那個品種 跟顏色來說 牠們個性會比較穩定 真的嗎 對 跟顏色有關喔 對 黑色的貓牠 好像會比較 更乖一些些 可是牠會不會 靈性特別重 靈性嗎 就比較容易 就看得到一些什麼有的 我覺得牠還好耶 牠算滿穩定 滿乖的 但是牠也 所以牠不會莫名其妙 在某個角落 然後這樣 這樣子 牠還好 牠滿黏人的 牠是那種像狗狗一樣 如果放在地上拍 牠會過來那種 牠也很黏 妳帶對黑貓有什麼陰影 因為我們從小就愛看殭屍片 對 殭屍片裡面 一定會有黑貓這樣 然後那殭屍就會起來 然後就 魔法阿嬤那個 我要把你阿嬤賣掉 對啦 牠的位 魔法阿嬤 所以你可不可以讓牠 就是像狗一樣 你說 現在沒戴千繩有點害怕 牠會怎樣 因為有其他狗 我怕牠會跑掉 不會 牠還好 牠很乖 還是說你去那邊幫牠攔住 去送幫牠 牠會幹嘛 因為牠說牠叫牠會過來 通常貓是不會的 對啊 真的嗎 小多 不怕喔 來 躲 躲 躲來 來 來 過來 躲來 小多來 牠到底要去哪裡啊 小多 來 來 這裡 小多 來 小多 來 真的不必 OK 這裡會出來的 寵物 沒事 牠會想要躲到 檔案的地方 OK 所以製作單位有去檢查過 那個寵物是不是他們本人的嗎 是本人的嗎 我不知道現在青龍有什麼 我走的可以住 沒有 不知道那個 我聽說外面租一隻 好像一個小時 算一個小時 沒 對啊 沒有 我的 所以你的證件 還在青龍那邊嗎 證件還在青龍那邊 供讀生拉出來這樣 不是 牠剛剛更不鳥你啊 牠太緊張了 因為環境的問題 貓咪嘛 所以這隻貓 讓你最感動的是什麼 牠讓我最感動的是就是 很常陪我吧 但是牠有一次 因為我其實有兩隻貓 新生平常 我有兩隻貓 這是第二隻 然後有一隻 牠前陣子過世了這樣子 對 然後這兩隻感情特別好 牠是有惹一些麻煩啊 就是你看牠的牙齒 牠的牙齒其實有一長一短 牠的犬齒 左邊這邊比較短 為什麼 因為牠很愛跳上跳下 牠有一次就把牠自己的 犬齒摔斷 我就帶牠去看醫生 想說就補個牙而已 應該就是幾千塊解決 對 醫生說 根管治療三萬到四萬 還要根管治療 一根 一根犬齒 對 而且到底說貓 不是很難跌倒嗎 因為我以前朋友也是養黑貓 我就說不然怎麼會養黑貓 牠說就可愛啊 然後我就在牠的房間 然後我就說那個貓 牠已經瞬間是原地起跳 然後就咻 都跑到上面 這麼高的那個書櫃 都不用助跑的 就是這樣 就是我一回頭就 牠要助跑 因為牠現在斜坡啊 牠屁股太大了 所以牠要往後咻 才能這樣一次呵成 以前我們家米格魯 剛剛來的時候還是 中立體的時候 就是跳上跳下 然後就是非常活潑 然後到後來 牠連沙發都是上去 上半身 然後下半身我們就說 來 姐姐 真的 牠要幫他 屁股太大了 牠現在下坡才好笑 因為牠之前下坡很像格格 那個宮廷駿 像格格這樣走路 現在是直接往下滑 想要過手伏體 我每天看牠下斜坡 我就覺得好有樂趣 所以要開車 名牠 賣 牠 腸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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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